比如说2000年人口菠萨的原始汇总收据 应该只有12亿到12.2亿左右 远远低于他们预期的12.7亿 然后他们是真正反复的补查 最后找出了几千万人 最后是编辑12.4亿 但是仍然预期的12.7亿不够 所以后面又额外增加了2000多万 编辑12.058亿 然后才勉强于过去的收据 保持这个保持连续 然后2010年的人口菠萨也是这样 原始的汇总收据 远远的低于预期 比如说这个然后面又进行调整 比如说福建省 最后公布的人口收据 是比原始菠萨的汇总的收据 要多数10% 11.8 然后这次人口菠萨的 我是对这次人口水平 是充满着很大的期待 因为如果这次再不能够获得 准确的人口收据的话 那么意味着中国的构上的经济 公安户籍的水分啊 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收据水平还要多 比如说公安户籍早就 人口早就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14亿了 意味着中国的这个户籍 大概有1.6亿个重复户口 这些户口也会在戒指剖刹中体现出来 所以对戒指剖刹的资料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参与戒指剖刹的人员 很多仍然是以前的国家统计局 他们会本能的希望收据保持连续 如果收据存在商议的差距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职务犯罪 批揭露了 那么他们就面临着批罪责 所以我对这个结果也要是比较担忧的